一棵樱桃树 清早,树林里的啄木鸟公公 用嘴巴敲打着树盖 报告春天的消息 咚咚咚,咚咚咚,春天来了 柳树弟弟悄悄地盼出脑袋张望起来 桃花妹妹望着蓝天白云咧着嘴笑了 咦,小河边有一棵樱桃树 怎么没有开花,也没有长叶子呢 蜜蜂说 我给樱桃树唱唱歌吧 鹿猪说 我给樱桃树喝口水 太阳说 我给樱桃树照阳光 蚯蚓说 我给樱桃树松松土 瞧,在大家的帮助下 樱桃树的树梢上 钻出了一朵朵的花苞 长出了一片片的叶儿 小鸟高兴地叽叽喳喳地唱起了歌 小溪叮叮咚咚的弹起了琴 长出了一片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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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